全球爱好院士典的家人们大家好 今天是2024年10月13号 张医师献上课程 我们今天的主题是 2024年最新版本 疾病与衰老3 老师我们今天再继续讲疾病与衰老 请老师开始 好我们继续来看下面 由此可见 不论身体有病无病 仪器检查出来的异常 都不可作为主要诊疗对象 只有当其中异常形态的果 以白内障为例 以影响患处体伤的因 阻碍眼睛功能 再由患处体伤 眼睛功能受阻 导致病症 视力减退 且需经按推原始痛点无效 西医才能从果治疗 此异常形态 白内障 由此可知 果虽然可以影响阴 但只有阴才能生果 此意味着 只要阴改善了 果也能够因此获得改善 明了此理 原始点只需通过观察或按推 以分辨疾病之体伤位置 再用按推与热源 从体伤位置下手 如此从因治病 即可解除体伤所致之症状 乃至此异常形态 白内障 这一段就是承接着上一段 进一步来论述 有些人就说 那如果检查出来的异常 都不可以作为诊疗对象 那为什么 他们有时候检查出来的异常 从异常处理 疾病也可以好呢 也有人这样的问 所以这一段 也是进一步再来论述 为了这一个问题 再来把它说清楚 比如说 身体有病无病 你不用管它 反正检查出来的异常 照理是不能作为诊疗对象 但只有一种状况 就是什么状况呢 这个检查出来的异常形态 你不要管异常指数 异常指数是 根本都没有这个问题的 只有异常形态 还可能会产生这个问题 也就是这个异常形态的果 我们这里是举白内障 你长出白内障来 那这个白内障怎么样 这个异常 白内障属异常形态 它已经影响患处的 组组织器官运作功能了 所以它阻碍眼睛的这些功能了 然后再由因为它被阻碍了 所以它眼睛这个功能受阻 就会导致怎么样 视力减退 所以它是 这个果仪影响患处体伤 再由患处体伤导致 视力减退 导致病症 这是举例 那这时候就可以治疗 这样我们就承认它 这个是白内障 真的阻碍到眼睛的运作功能 不是运作功能有问题 运作功能没有问题 但却被白内障遮住了 所以这时候 就可以处理这个白内障 但处理的方式 为了再进一步确定 最好还是先经过 按推 如果按推没有效 就知道患处体伤 那这个确实 有可能就是白内障引起的 但如果你按推原始点 立刻有效 那干嘛还要处理白内障 就确定白内障 没有阻碍到眼睛的运作功能 所以就不需要这样处理 所以这里已经先点出来 后面还会进一步论述 那我们接下去看下一页 好这里就可以做出结论了 就是果还是可以影响阴的 就像白内障可以影响 组织器眼睛的运作功能 这个可以影响到阴 那这样说来 也是因为阴受阻碍了 所以才会导致视力模糊 所以但只有阴才能生果 不是果生出果来 白内障 不能说看起来 就是看东西都会模模糊 不是这样的 一定是眼睛功能受阻碍载位 所以有些白内障 虽然有轻微 它根本也不阻碍 还是看得很清楚 所以看得清楚或看不清楚 不是白内障 不是果引起的 而真正引起的是因 也就是你换处的运作功能 引起的 这意味着什么呢 简单的讲 只要因改善了 果也能够改善 就是这样 因为果是由因产生的 那你只要把因改善了 果不就是获得改善了 好 那我们进一步这样来推理 我们就明聊了 原来原始点 都是从因下手 也可以处理这个果啊 白内障啊 所以这里就讲出来了 原始点只需通过观察或按推 按推可以分辨 而它这个眼睛是由 他处体伤引起 或患处体伤引起 来分辨疾病体伤位置 那如果按推就有效 它是属他处体伤 那患处根本就不用按 有时候它视力就恢复了 那如果你按推他处没有效 就确定患处 那我们再从按推 还有热源从患处下手 就对了 那这样如此从因治病 那这样如此从因治病 自然就可以解决体伤 所致之症状 甚至就是我们说的异常形态 也可以解决 也就是白内障 通过原始点 简单的讲 白内障 如果你按推他处无效 确定是由患处体伤 确定是由患处引起 那白内障怎么处理呢 可以按推眼睛周围 它一定有痛点 因为有异常形态或有状 状的阻值受损 它在患处周围 必可找到压痛点 这是原始点的理论 那你找出压痛点来按推 那再来附近可以涂姜粉泥 甚至眼睛本身就可以敷姜粉 来让整个热源直达体伤位置 那效果会更好 那这个白内障 就可以解决掉 所以原始点 从因下手 也可以解决这种异常形态 这里是特别提出来 所以患者他是有选择的 不是说按推了 原始点没有效 属患处体伤就一定要去手术 解决白内障 有时候用原始点 从因下手 还是依然可以解决的 好 那我们下一段 就是要进一步 再来解释 为什么这些患处体伤 明明就是已经确定了 还要按推原始痛点呢 好 我们来看这一段 那么异常形态影响患处体伤 再由患处体伤导致病症 为何须经按推原始痛点无效 才能从果治疗 举例来说 手指麻或坐骨神经痛 若西医诊断为颈椎之骨刺 或腰椎之椎间盘突出所致 头痛或食不下 或西医诊断为 癌肿瘤压迫脑组织 或过大阻碍食道所致 凡此种种病症 其治疗方式 主要是以手术 直接处理 仪器检查出来的异常形态 原始点的诊疗方法则不同 对于上述各种不适感的病症 通过按推相对应 指手背部 臀部 头部 及背部原始痛点 往往有立竿见影之效 然而短暂的按推 不可能使骨刺消失 椎间盘归位 癌肿瘤缩小 如此观察 就可快速推断出 此病症 并非有异常形态 影响患处体伤所致 也因如此才能避免错误的诊断 及不该有的迁入性治疗 这正是虚先按推原始痛点 以分辨病症之体伤位置的原因 好 这一段就是为了解释 为什么异常形态 即便检查 即便它是属患处体伤所致 还是要用原始点来按推的理由 其实这个理由 我们从一路这样读下来 就已经可以看得出来了 西医把这个异常当成疾病或疾病之因 尤其当成疾病之因 是很荒谬的 这个是道果为因 所以它的理论 先前的设定 就本身有问题了 有问题自然就会产生 很多不必要的处理 不该有的治疗 甚至是错误的治疗 那为了避免这些西医从理论上的错误 再落实到他们的检查出来的结果 那如何来让患者避免这种错误的诊疗呢 最好的方式 当然就是用原始痛点 来按推 来确认 那我们就举例了 下面就是举例的说明 这里举的就是比如说 手指麻或坐骨神经痛 就是腿痛 第一个例子就是举手跟腿 那如果西医认为 手指麻是由颈椎之骨刺 西医常常会这样说的 那坐骨神经痛 他们常常说 腰椎第四椎的椎间盘突出 他们还说出是第四椎 几乎我看很多患者来的 都说第四椎 反正他们例行公式就是这样 那就真的准备从你椎间盘突出开刀了 如果严重 甚至你说你手指麻 是颈椎骨刺引起的 它会开刀颈椎 这个本来是一个小问题 手指麻也不会怎么样 但你颈椎开得成不成功 不成功的话还可能会瘫痪 所以不是小问题 所以等于有一点 我很担心就是西医怎么样 小题大做了 本来他们手指麻或坐骨神经痛 是很容易治疗 结果他们经过检查之后 说成那么严重 结果他们的治疗 确实搞得很大 场面很大 然后患者付出的代价就会很多 所以这个我先举出 连手指头 脚腿痛 那个都不会死人 四肢我们说危险性很低 但是你开颈椎或腰椎 这个危险性就比 手指麻本身或坐骨神经痛 本身危险性还高 等于检查比他本身的麻跟痛还严重 这个都要注意 还有这里下面再举 头痛跟吃不下 那万一你头痛去检查 他说你这个是脑瘤 脑瘤太大压迫 所以造成头痛 或是你吃不下 他说你食道癌 因为食道有肿瘤太大压迫到 只要被他检查出来 上面这些不管手或腿有麻痛 或是你头痛或吃不下 检查出癌肿瘤来 这些西医的治疗方法 常常是怎么样 直接动用手术 从异常形态下手 动用手术要不要打麻醉剂 也要啊 这些麻醉剂又很寒凉啊 不管手术本身或打麻醉剂 这些都是伤害身体的 所以搞得场面那么大 危险性也提高了很多 所以患者不得不谨慎啊 所以为什么要按推原始痛点 下面就再进一步论述 我们来看下面 好西医虽然这样说 所以原始点 他一路是从临床做出来的 他的诊疗方式 根本做出来 跟西医常常是看得出来 他们这种诊疗方式 本身在设定上就有问题了 为什么这样说呢 比如说麻跟痛 震的不适感 震的不适感 不是他处体伤 按一按就可以解决了吗 有时候很快 你几分钟 这个手指麻就改善了 或是你坐骨神经痛 臀部原始痛点 找出来之后 按一按 也可以立刻缓解 那这样干嘛要手术呢 所以手背部 你看有时候手指麻 你在手背部按一按就解决 那坐骨神经痛 臀部就可以解决 那你说头痛有脑瘤 你也不用管脑瘤 那异常果不生果嘛 不会生出头痛来嘛 我们前面理论上已经讲 那你只要把头部体伤按一按 也可以解决啊 那你吃不下说食道癌 那好你先把背部 脊椎两侧上背部也按一按 甚至按到中间来 那连下背部如果严重也按一按 它有时候就改善了 而且这样按的时间又很短 所以时间短又有立竿见影之效 那这样说来 你短暂的按推 能会使骨刺消失吗 椎间盘归位吗 癌肿瘤缩小吗 都不会的 那都不会 但是明明症状也改善了 那你西医怎么能判定说 这些病症都是由骨刺椎间盘 癌肿瘤所引起的呢 这样就马上可以破除了西医这种错误的理论 这样观察 我们就知道 哇这个西医检查出来的异常形态 根本跟患处体伤是不相干的 这时候就可以确定 因为你按了有效就是他处体伤 怎么还会跟患处体伤扯上关系呢 这没有道理 那如果能够这样做 你就能避免怎么样 错误的诊断 还有付出很多危险性 不该有的侵入性治疗 这就是原始点 为什么一定要先按推来确认 因为按推可以分辨体伤位置 那你按推的时间又不长 先这样检查几下 还可以让你过滤 有时候西医的诊断 你这样就知道 西医其实是诊断的问题 由来已久 他们的错误由来已久 反正也没有人敢指证他 为什么 因为现在医学西医是老大 他们说什么就算了 他们是求援兼裁判 反而他们还可以评论其他的 什么自然疗法 或什么另类的医学 他们是可以的 但是他们的本身错误又一大堆 所以这个是患者本身一定要认识 不是健康找医院就没有问题 有时候里面医院本身就充满了 可能在诊疗上的一些错误 都有可能 好 那这一段就是在谈这个问题 那下一段会进一步再论述 好我们来看下一段 综上所述 在诊疗上 医器检查出来的异常 既非疾病之因 也非疾病本身 即使异常形态会影响患出体伤 从而导致病症 但临床上并不常见 因为病症的不适感 多有他处体伤所致 只需从阴按推就可解证 若化检违反 贸然从果治病 通过手术治疗 固然有助于疗愈患出体伤 所致之疾病 但未必有助于解除 他处体伤所致之病症 且手术会严重破坏身体 消耗热能 稍有不慎 还会危及生命 故通过医器检查 以手术治病 必须审慎 这一段就是进一步论述 就是错误的治疗 其实是有时候是蛮危险 甚至会危及生命都有可能 所以不得不在诊疗上 再进一步论述 那这里特别强调 西医在诊疗上 确实检查出来的异常 既不是疾病之因 也不是疾病本身 跟疾病完全无关 因为异常是衰老 即使它异常里面有分 异常指数或异常形态 异常指数根本它是抽象的 根本连理都不要理 好 那比较异常形态 就是我们前面有讲 它很可能会影响患处体伤 从而导致病症 就像白内障一样 这个我们也同意 有这种现象 但临床上常见吗 不常见 因为病症的不适感 多由他处体伤所致 原始点 就是80%以上 这些病症 很可能只要按一按 都可以解决的 但到西医 很可能你还要动手术 所以你如果是 属他处体伤 你只要靠按推 其实就可以立即解症 有时候还不需要 用到热源 那为了保证期间 按完最好还是要温敷 这样把体伤跟热源 一并解决 那不只可以解症 还可以根治疾病 好 那我们看下一页 这样简单的方法你不用 却化检为反 然后还要怎么样 把简单的变成很繁复的 然后再从果下手 然后通过仪器检查 再用手术来治疗 如此治疗 好啦 对于患处体伤 当然有帮助 但不能解决他处体伤 也就是他处体伤的病症 你根本是无法解决的 所以为什么手术 有时候完了之后 病症还在 没有解决 这种临床上也常见 这个就在讲这里 而且这里进一步再论述 如果手术 通过手术 我说还要打麻醉剂 它严重破坏身体 消耗热能 如果稍有不慎 还会危及生命 所以 所以结论就是 你通过仪器检查 以手术治病 必须审慎 这是原始点 对所有的读者 提出的一个忠告吧 好 我们继续来看最后一段 总之 身体表里的变化 不是走向疾病 就是走向衰老 所以不论是通过观察 或仪器检查 其结果并无二致 不是属疾病的症状 就是属衰老的异常 其因则有体伤及热能不足所致 正因如此 最安全简单有效的诊疗方法是 通过观察体表 以医疗保健支援从因处理 如此不仅可受因变果转之效 达到防治疾病 及胖老增兽的目的 还可解除 仪器检查出来的异常 及组织受损 好 这是最后一段 简单的讲 我从一开始就讲 原始点 它是对生命的一个探讨 也就是 当你生下来 你就必须面临着 老病史的种种变化 那身体最明显的变化 它不可能越走 越健康 越年轻 它一定走向什么 慢慢老化的现象 所以就会走向疾病 或是衰老 那我们说的体表 你通过观察就可以 那体内 好 在西医 它就要通过仪器 但理论上这个结果 不应该有不同 并无二字 前面已经论述了 西医常常把检查出来 都当成疾病本身 或疾病之因 那原始点认为 体表 不外就是老跟病 体内也应该是这样 那不管老或病 它的原因都是 由体伤及热能不足所致 那前面体伤也都有介绍 我们这里就不再论述 好 我们看下面 既然阴都是由体伤及热能不足所致 那简单就是从阴下手就好了嘛 从体伤跟热能不足下手 所以我们原始点 它不需要仪器检查 它只要观察体表的 通过观察就可以了 这个多简单啊 所以很多人说 最科学 好像仪器那么精密 才代表进步 因为科技嘛 但是说不知 原来如果通过观察 你能够把理清了 这个反而更科学 它反而可以简单到不行 就是从眼睛 然后听听对方的叙述 然后甚至帮他按推 就可以知道体伤位置在哪里 然后从观察也可以知道 他疾病的轻跟重 来分辨 这样一切都掌握在你手里 听完患者 你大概怎么处理都知道 那这样从阴来治疗 不仅可以怎么样 达到阴病果转 还可以怎么样 治疗疾病 还可以预防疾病 防治疾病就是 它不仅可以治疗 还可以预防疾病 预防疾病的概念就是自卫病 那智慧病我们也有讲 你只要患者没有病 但你把体伤 不管他处体伤或患处体伤的压痛点 找出来之后解决了 疾病自然就不会发生 因为你因消灭了果怎么会发生呢 我举一个例子好了 如果你怕老人痴呆 那老人痴呆一定是头部出问题 那你就先把大开关 也就是头部原始痛点 耳后的 还有整骨下眼 按一按 看有没有体伤 这样如果还不够 可以再从脸部 头部 也就是脸部按按看 这些患处有没有压痛点 还有头部 头顶 太阳蟹 后脑勺 这些都可以按 然后你按出来 看看有没有痛点 如果有 你先把这些压痛点都解决 那整个他处跟患处的压痛点 都解决了 等于因都解决了 那病自然不会产生 所以它可以达到 治疗疾病也可以预防疾病 也就是自慰病 还可以怎么样呢 懂得要保养 体伤按完还要涂抹姜粉泥 如果你都能做到 那自然就可以延缓衰老 延缓衰老就可以增长寿命 那你看 这些反而是 现在称为科学进步的仪器检查 或是治疗 做不到的 他们没办法做到这样 那这样做还有一个 包括西医这些检查出来的异常 及组织受损也可以重阴下手 前面已经讲了 这些都异常也好 组织受损也好 都是属果 那你重阴下手自然都可以解决 所以这才是最简单 化繁为简 确保我们生老病死的所有问题 统统解决了 这样子诊疗 任何人都可以学会 那医学也就不用一定要 我们要跑医院才算医学 去找医师才算治疗 不是这样的 每个人都懂 自己可以自救 如果需要人家按推 也可以找人家帮忙一下 那这样很多问题就可以 化解于无形 不要等重病了再来到处乱找 那这一篇虽然很快讲完 但如果一般人应该都听得懂 因为现在写的都蛮简单的 那如果你要进一步了解 我相信我在讲解的过程中 早期都有很多配合影片 那早期的这些影片穿插 会使你们更容易理解 那这些影片我相信 我们的制作 光网的制作 一路在帮忙的这些人 我是蛮感恩他们的 他们如果有时间 应该会配合 今天讲的理论 让一些初学者也能够 看得懂 然后又听得懂 那对大家的学习 应该会很有帮助 好 那我们 疾病已衰老 因为上个礼拜也刚好讲 也有讲 那今天再把它讲完 那应该算是蛮完整的 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 谢谢各位 非常谢谢老师 今天把疾病与衰老 全部讲完 刚刚老师提到的案例 那我们现在就接着播放 这些经典的案例 我们从黑脚阿嬷的案例 开始播 黑脚阿嬷案例 庄女士85岁 2007年9月 左脚小指开始疼痛发黑 膝盖底下血液不通 同年11月 曾住院接受药物治疗 情况稍有改善 但是在出院后不久 状况又开始持续恶化 此时医师建议进行膝下节肢处理 但是病患及家属不同意 经过原始点疗法的处理后 阿嬷的脚血液恢复通顺 只截掉组织坏死的脚趾部分 还能自行下床走路 处理前头晕 心脏不适 大小病无力 及皮肤痒等多年症状 经原始点医学处理以后 其症状也一并消失 欢喜地去参加孙子的婚礼 为了改善阿嬷脚的状况 试过各种热源 后来发现红豆的保热效果好 可以重复使用 而且加热便利 因此发展出整套温敷红豆袋 血管显影 前后比对 2007年12月 2008年6月 前后将近半年时间 青春痘案例 症状会不会生出 另外一个症状来 我们来做一个实验 这里有没有青春痘 又加上痒的 有没有 真的啊 那你痒不痒 你现在痛是吗 太好了 出来 那我们来证实 你现在哪里痛 那为什么它会痛 你去挤对不对 轻轻的捏就会痛 你看轻轻的捏它就会痛 对不对 它认为它刚好有一粒也在痛 那我们来做做看好不好 马上做 如果青春痘会造成症状的话 那我揉完会有一种状况 就是不会好 因为它痘痘有没有消 不可能立即消了 有没有 这里痛不痛 这里呢 这里呢 这里痛啊 哦好 这里痛不痛 这里呢 这里呢 好 那来 你慢慢起来看看 你再捏捏看 这里是不是很痛 你忍得住吗 还可以吗 我现在力量不是很大 所以你这里是有问题的 尤其这一点 它这里最痛的点是这一点 你看 我轻轻一碰 有没有 它就开始叫 你现在再摸摸后 你刚刚说的肿这里 它还痛不痛 不痛 不痛了 不痛了 有没有看得出来又肿又痛 有是吗 你哪里肿痛啊 肿到这里 肿到这里 肿到这里来 因为 这里也肿嘛 这里我看 肿到这里 全部都肿 现在还太痛 痛哪里 现在是我走路还会一拐一拐 最痛的是这边跟这边 这两点是吗 这两点最痛 然后这边还在肿 那我们现在来做好不好 痛不痛 还好 这里呢 那边比较痛 这里也比较 那表示这里比较痛 对不对 好 那我们帮它舒缓一下 好 那你再走一走看看 那个感觉 你跟大家讲一下 原来这边是很紧 然后现在比较酸 比较柔的 痛也减轻了 痛也减轻了 足弓痛 腰椎开刀案例 你哪里痛 跟大家讲 现在还在痛吗 他说十年了 好不好治疗 我问你为什么足弓痛 他要开你的腰 他的意思就是说是因为我的腰有滑 我从那时候最低的抗扇 哎呀 先上痛 就公痛 对对 所以他说一会拆到 然后他说他的病人有这种case 也因为这样子好了 就去看着当方访的更强 就没有好 我马上帮你做 我干净 是个小case 脚就伸上来 你这里痛是吗 好我先做一只脚 我跟你讲就按在这里 忍一下 这里痛不痛 这里也痛 但是刚刚这一点最痛对不对 你要不要 忍一下 等一下 这里痛不动 这里也痛是吗 好 这里开始动 这里最痛 中间这一点 好上面这里也痛吗 这里就不会了 就是这一点开始痛 哎呀就这么简单而已 好啦你也叫够了 我揉好了 真的不用 这样不用一分钟就可以解决的 干嘛还要开刀 我现在来帮你舒缓也那么痛啊 好我轻轻的 这样可以吗 轻轻的 可以哦 我轻轻的摸而已啊 好 现在舒服了吧 舒缓一点了 好 你去走吧 不用那么小心就好好走 哎 哎 啊 你跟大家讲 哦 真的是 不痛了哦 免带住听器案例 一战耳机 约50年 2018年10月4号 原十点志工按推我的头部 奇迹发生了 我再也不用带住听器了 太不可思议了 大家好 我是红玉好 我是要带耳机的 我从小的时候 大概是小学一年级嘛 已经开始要带耳机了 要是不带的话 我听不到人家讲话的 到10月4号的时候 他们开启帮我做 之后 做的时候 太痛了 差点也受不了 但是做完之后 我可以听到他们讲话 不用带耳机哦 第二天 我在来的时候 照顾会更好 我更清楚 跟平衡人一样 不用带耳机 跟他们对话 好开心啊 好感谢 你好 今天有烧箱吗 难得吧 今天还有烧箱 哇 那么有 他没有带雨季啊 太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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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分钟就丢掉使用12年的拐杖 我姑姑用拐杖走路已有12年了 最近两年更差 需做轮椅 第一次按推后 马上就不需依赖拐杖走路了 按推前 按推后 第二天帮我姑姑按推后蚊肤 可以走路20分钟 按推臀部 张医师说 修复时需要大量热能 饮食 生活 情绪 运动都不可 掉以轻心 姜汤 温敷不能停 红豆袋 红豆袋和暖贴 轮流温敷 24小时 按推后用红豆袋温敷 第四天 在家 健步如飞 他也听话一点药都没有吃 也没有打胰岛素 没有出现医生说的 停药后的不良症状 讲话有力气 每天吃的药全部停了 第一天 第四天 从奄奄一息到现在的生命逆转 只用了原始点四天 真是不可思议 现在我对原始点更有信心了 虽然我是新兵 要上战场有一点紧张 但我会尽力去做 努力去学 非常感谢旧金山推广点 帮助我姑姑重拦生命的希望 更感恩张医师将原始点五思的奉献给全人类 脊椎压迫案例 那我们请这位李先生出来 把你的症状 然后西医怎么跟你讲 跟大家讲一下 大家来讨论你的病情 本来是一开始我是手麻脚嘛 然后我想说要是怎么症状 就去西医检查 还有给我做很多一点串的检查 所以我就是到那个 如果他的判断就是 我的颈椎跟腰椎都 最经常不出 下到神经 其他报告他就叫说 你就留下来开刀 因为我听了很多跟我太太讨论一下 好那第二个节目就是 我不要开刀 现在的症状就是 手与上面也很麻 可是我脚 下半身也是 随时都是麻 新的症状就是脚你脏 走路也很小心 也不能跳 有时候走路的感觉是 鞋子掉都不知道 神经已经组成了一种 因为没有骨骑嘴这样的 那西医还跟你讲 如果不开刀会怎么样 他说不开刀很严重 有时候会瘫痪 西医喔 那个他们会说火会生火 西医的理论就是 手麻跟怎么样 跟颈椎有关 但手麻我看那么多 没有一个跟颈椎有关的 跟体伤有关 这个揉一揉就会好 那你现在手还在麻吗 我现在手指尖是 麻的感觉就是好像 像我们手去摸冰块这样 动动的感觉 现在还有 现在还有 左手已经不能提东西 为什么不能提 提起来这个筋很痠很痛 那你提的时候是哪里痠 我们来看看它跟颈椎有没有关 插腰 你现在这里出力就会痠嘛 痠这里对不对 对 好那我先帮你按按看 这里痛不痛 这里不会痛 这里呢 越来越痛 后面就不会痛 这里就不会了 这里就不会了 所以都集中在这里吧 对 好 好 这个既是诊断 也是怎么样 治疗 所以 跟这里颈椎有没有关 马上就可以答案 来 你放下来 你现在再出力看看 有没有比较改善 穿 穿 没有了 穿没有了 对 我把你拿掉 你讲得那么严重 说跟颈椎有关 我现在就做给你们看 有没有关 没有 所以异常会不会产生症状 他说这里异常啊 颈椎压迫要开刀啊 那现在我有没有处理他的颈椎 没有啊 所以我是处理这里啊 那现在在找痛啊 我知道找不到而已 指尖来马嘛 对不对 现在指尖哪里马 我现在就是对外面都有马 有 食指都在马 对 我们现在来处理他的指尖看看 这里有 这里有酸 这里是吗 这里有酸 这里都没有 这里有 好 你现在再摸摸看你这个指头 没有摸这个比较轻微 有比较轻微啦 你确定吗 两手不一样 两手已经不一样了 好 那你现在脚是怎么样 哪里脚 哪里脚 小腿肚 小腿肚脏 脚是哪里引起的 上背 上背部 我现在帮他处理的是小腿肚 那有没有效 这样就知道 好 我们起来看看 左脚轻一点 有减轻 右脚呢 没有那么脏 没有那么脏 有减轻 好 你走过来看看 好 你走过来看看 好 现在那个比较踏实 那是不是我这样处理 有没有快 有 好 这些事 好 这些事 都过来 好 这些事 职务人案例 我这次赶索一下 我妈妈 怎样 只能手法力 帮到她的过程 我几乎人案例 在2012年5月初 我妈妈在育室那里跌倒 经过医生电脑数码之后 發現了她腦子積了很多乳液,要做手術 但我媽媽因為年紀大不想做 但兩天後她就昏迷了 醫生說她,她真的昏迷了給我們兩個選擇 第一個選擇就是燜了一些痕,讓她自己走 第二個選擇是插著營養後和氧氣 在床上做植物人,過她一生 我不忍生看到我媽媽在床上做植物人 幸好有人介紹我去求金山推廣站 找到程經理教我怎樣做手法幫我媽媽 程典填師去我媽媽療養院 幫我媽媽做頭部兒子的按摩 之後她跟我說,你媽媽有救 因為她做的時候,她看到我媽媽的眼睛 有動度和眼皮可以動 她做了三叮鈴我 要我幫媽媽按摩和溫敷 我不斷地跟她做,直到第三天 她在那一段時間,她醒來 還可以認得我來家人 我是誰? 你家福不叫我嗎? 我是誰? 這樣我對原始點很有信心 繼續幫她做原始點的前身 她慢慢康復 醫生複診的時候,她覺得很驚訝 我媽媽竟然可以幫忙,可以坐回去 可以飲食 不是我嗎? 小子莉莊 我媽媽這位不斷地 温敷的重要性 某女士60岁 双手皮肤干燥脱皮归裂 甚至会有发痒的现象 手掌面的皮肤会越来越厚 越来越干 严重时只要碰到水都会引起恶化 有医生说是富贵手 有些说是干手症 曾使用各类药膏护手产品或乳液 让手部维持滋润 远离或少接触容易诱发富贵手的东西 但是都未见改善 2014年11月16号 用红豆袋绑在手上温敷 只温敷一天就看到效果 但手上绑住红豆袋容易脱落不方便 于是改用薄围加暖暖贴24小时温敷 前后三天明显改善 2014年10月16号 为处理前干燥脱皮 龟裂疼痛发痒 温敷后一小时左右 龟裂处有明显愈合 后皮稍有变软 红豆袋温敷 温敷约三小时 龟裂处几乎愈合 硬皮变软 改用微博加暖暖贴24小时温敷 2014年11月17号 第二天继续温敷 晚上症状几乎完全改善 2014年10月18号第三天 2014年11月19号第四天 前后比对 第一天 第四天 好的 我们现在播完了这十个案例 大家应该对疾病与衰老又更加了解 谢谢老师 谢谢大家 那我们现在就预告一下 下个礼拜 10月20号的课程是 乳癌实际操作 好 我们下个礼拜见 下个礼拜 请按下 阶 下 转发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